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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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谈广州话》一齐出发 欢迎新的今期的《翠谈广州话》 说得这么快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到了 今年的中秋节想和大家说一个粤语词 叫做耍鹿仔 所谓的耍鹿仔 在旧地广州人的中秋很流行 是一种小朋友玩的一种游戏 就是把鹿油皮挑通它 然后在里面放个灯 这样的话 再用一条饼吊住这个鹿油皮 就十足是一个灯笼一样 这种叫鹿仔 其实就是一种鹿油皮做的灯笼 可以这样理解 以前的小鹿哥 在中秋晚头刻的时候 就会成群结队 有些拿着各种各样的灯笼 有些拿着用鹿油皮造成的灯笼 就是圆街 一路走走滴滴 一路就唱了 撒鹿仔 撒鹿儿 点名灯 色思云者众思云 天下读书 唯第一 莫为文章无用处 古云一字值千金 自有书中出贵人 那些小鹿哥玩得很开心 然后再回家吃月饼 吃芋头 然后一家大小来赏月 今时今日 耍鹿仔 基本上可以说 在广州这种大城市 已经是绝职了 就连灯笼这东西 在中秋的时候 都很少见小朋友拿着上街 有时觉得 传统文化 传统节日 这些风俗 慢慢地被人淡忘 为什麽呢 我觉得和我们父母很有关系 可能连我们父母 都不太着紧这些东西 以后想想 虽然可以玩的游戏 越来越多 但传统的这些仪式 还是要注重一些 否则到我们的小朋友 大了之后 要他回忆一下 童年时候的中秋节 究竟有什麽的记忆 他都说好像没有 那就闭加火了 脆谈谈谈话 一起吹发一下 我下期再一起吹饭一下